如下图一个长方体盒子 盒内的长10公分 宽15公分 高20公分 请问盒子内部的空间 是多少立方公分 这个盒子 我们把里面的空间画出来 因为我们要算内部的空间 我们用X光照一下它 整个透视它 长10公分 宽15公分 高20公分 那我要怎么算出它内部的空间 我们一样可以用灌水泥的方式 我把水泥灌进去 刚好灌得满满满的 等水泥干了之后 我再把它挖出来 这个内部的空间 是不是跟这个水泥块 它的体积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盒子内部的空间大小 一个容器 它内部的空间大小 我们也称之为容积 那这个容积 其实就会跟盒子内部 所形成的这个长方体 体积是相等的 因此我只要求出这个 在内部灌水泥灌出来的长方体体积 我就等于求出了这个盒子内部的空间大小了 那这个长方体 那这个长方体 长10公分 宽15公分 高20公分 长乘以宽乘以高 也就是3000立方公分 所以我可以知道 盒子内部的空间 是3000立方公分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长方体 它的长10公分 是不是跟盒子内部的长10公分一样 宽15公分 跟盒子内部的宽15公分一样 高20公分 也跟盒子内部的高一模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那就是呢 一个长方体盒子 它内部空间的大小 会等于盒内的长 乘以盒内的宽 再乘以盒内的高